一颗颗橘黄色形状饱满的南瓜就挂在藤蔓支架上面 这是位在三支区工农社区里头 由农村再生无毒有机栽种的南瓜 而社区林一峰老师则说 今年工农社区的栽种技术可是大幅提升 除了排除了虫害问题 也让有机生长的南瓜可以长得更好 因此今年的南瓜产量渴望达到1000公斤 也是社区里头今年第一批的农产作物 南瓜是我们工农社区它的年度是第一波的主要产类 到今年以来生产的技术已经接近纯熟了 所以第一个我们先克服病虫害 我们在南瓜的生长过程全部没有用荣药 再来第二个就是土壤 土壤怎么样子培养有机子 此外南瓜的生长期大约是三个月左右 因此再过两个多礼拜就可以全部采收 而种植南瓜的林一峰老师则说这里的南瓜有两个品种 一个是从日本引进的栗子南瓜 而另一个则是橘黄色的春梁南瓜 我们在社区在栽种这个南瓜 目前是有两个品种 一个称为春梁 就是我手上所拿的这个春梁 另外一个品种称为栗子南瓜 那么这两个南瓜它的品质 它的口感是不一样的 一个适合煮汤 那么一个适合干草的 那明年度我们大概有四种品种会同时种植 那么我们南瓜种植在这个地方全部都是有机种植的 全部没有使用荣药 林一峰老师说地上的杂草留下来是为了要给害虫一个栖息地 这样子才不会伤到藤架上的南瓜 而除了今年的两个品种栽种的相当成功之外 明年将增加到四个品种 希望能够让无独有机的农作物更加的多元化 记者许多安逸三支采访报道